大家好,我是12號周思凱 那在12月的時候 報紙宣布說 我們進入了所謂的苦水期 那已經是一階段限水 那特別是台南以及桃豬苗本地區的 這個民眾 那在過不久之後呢 其實高雄市也已經進入了這個第一階段限水期 那其實大家是沒有感覺的 其實連我自己也沒有感覺 雖然我現在要講這個議題 但是什麼是第一階段限水期 他是在晚上11點到隔天早上5點的時候 政府將施加水的壓力把它減小 他可以省3%的水 那現在各個家庭他都有儲水桶或者是水塔 所以他並不會因為這個壓力減小 所排出來的水就比較少或者是壓力不夠 所以我們大家都會感到一種對於水資源缺乏 是一種無感的一種狀態 那事實上呢 從現在開始可能到明年5月 颱風來的時候 大家都是會一直陷水的 可能最嚴重的情況就是在農曆前的時候 會進入第二階段或第三階段陷水 那那個時候其實就很嚴重了 那有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出來 過去我們都知道 有教科書都告訴我們 我們年漿一定要算很多 但是山很高 那河流很短很容易就會缺乏水資源 那從來都沒有人告訴我們 台灣是世界第18人缺水果 所以他其實蠻嚴重的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每個人每天所使用的水的用量 是在世界排名前五名 那比這個歐洲等地 他們非常貴的水價 的國家使用量是多出很多的 那第二個讓我們無感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的水費 是其他國家的十分之一或者是更少 那這造成大家會使用水 好像沒有當作是不用錢一樣在使用 因為他實在太便宜了 那其實水他是相當珍貴的 特別是在印度以及中國 他們這個交界喜馬拉雅山這個附近 因為大家要必須爭取這個水源 甚至於可能未來都會發生一些 國土上的一些動亂 或者是戰爭等等發生 所以他事實上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而真正引發我對這個水的人 非常感興趣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在生活當中漸漸發現說 我們過去的水它不見了 那它甚至於影響到我們的文化發展 像是台南的五條港文化 大家現在在台南的陸地上幾乎看不到這五條港的這個痕跡 那它就損失掉我們這些傳統的一些記憶 那因此呢 我在兩年前加入了創資的工作坊 我們成立了一個有關於台南水文化的研究 那這個研究呢 我們首先著眼點就是在於 我們如何解決讓大眾了解說 這個水資源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特別的是和台南的鐵路東移的事件把它結合 因為鐵路東移它會將我們鐵路完全埋設在地下化的管道 那會有很多的地下道的呈現 那這個地下道就是像海岸路一樣 它過去會造成很多焰水 會破壞我們原先所存在一些好的一些地下水的水體 所以我們藉由一些創意的方式讓大家了解說 這個水它到底是多麼珍貴 我們就利用到了一個 我們就利用到這個很醜陋的這個裝置 然後讓大家想要去互動 在這個台南火車站的地下道呈現讓大家看到 但是事實上我們是失敗的 因為大家對於這個水它不是這麼重視 甚至於對這個藝術裝置它可能也不是這麼感興趣 大家僅僅只是走過去可能只是瞄眼 那對這個議題也不是這麼關係 那除了在這個教育文化上面 讓大家去進一步了解說這個議題很重要 我們必須要打破傳統這個教育方式的宣傳方式 那真正的做法呢 就是對水總是要開源以及截流 但是開源它是已經證實在台灣是幾乎行不通的 因為台灣的水庫在2003年之後 就已經沒有意願要再蓋下一座了 因為大家對於環保共識啊 要必須要在哪裡開設這個水庫 都有很多意見 所以後來就沒有再蓋水庫這件事情發生 那所以我們只能朝節流的方向來加以賣際 那特別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去讓這個水價能夠公平 那就是說讓它的價錢能夠更高一點 符合實際用人上面的需要 那特別是針對於供應端 就是水庫控管水源的地方 以及我們用水人的方面 那供應端呢 我們只要給它一些好處 不是讓它說水庫的水都是可以無限制的一直放出來 那如果它把這個水有節制的把它省下來之後 這些水可以額外的去賣給一些更有利的單位 或者是一些新水體使用或者是開發方面的人員 所以對它是有好處的 那對於我們用水庫的人 我們必須要將這個水呢 一滴一滴的重新再利用 讓一滴的節省 才不會造成無所虛度的一直使用這些水 但是這個污水回收再利用呢 事實上從一年前就是 全國有推動六個縣市去推動這個污水回收廠 回收水再利用 他們希望說每年可以節省一百二十萬噸的水 可以供給像是中鋼啊 或者是中油這些很需要大量的水 來供他們常商使用的地方 但是在張家柱這個部長以及我們李鴻源部長 在他們推任之後呢 這個計畫雖然只是一年前發生的 但是它事實上已經 已經無疾而終了 根本沒有人記起來好像有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在生活當中既然看到了這個機會 那我們要乾可去著手 那如果除了工業區的用水之外 他們本身高客機廠商 他們會有他們配套措施 因為跟他們利益是很相關的 那再來我覺得我們可以根據農業大眾用水 以及我們生活平常用水去節省 讓它利益再利用是非常有幫助的 特別是農業上面用水 因為我們現在農業用水它是一個水龍頭打開 就讓整片土地灑滿了水 它是非常的浪費水 如果它水可以回收再利用的話 那絕對是省很多水 因此呢 我們從三年前就開始探討 世界上各個國家到底是如何的節省水 那下面這些例子呢 都是你要處於第三世界國家 他們設計的小樣裝置 來把這些二次的廢水再回收再利用 那這個是新加坡以及以色列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我們台灣必須要走自己的路 那我最看好的其實是 我們也許可以發展 類似於巴黎以及德國漢堡這個棗門建築 因為我們台灣在綠藻的培養量是世界排名第一的 但是我們只是把它用作保健食品來使用 那事實上這個綠藻 它本身就是可以吸收一些廢水的有機物質 以及重金屬 那再來它可以淨化空氣當中的一些二氧化碳 來幫助它生長 而且它綠綠的可以增加我們的市容的景觀 所以我覺得 當初我在提那個有夢獎的時候 它得獎的作品就是根據這個概念去發想的 那既然我們有這麼多的這個綠藻 它最後回收 甚至於可以拿來做我們的發電的這個材料 而且它是有機不會破壞環境的 所以呢我們在三年前開始呢 搜尋了各種專業的資料 我們發現對於我們台灣 為什麼剛才我說那個它是最適合的 主要原因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用水量是這麼的大量 它必須要有連續性的供水 它不能夠像剛剛 我們剛剛在第三世界國家所使用的那些水 那個一天可能只能長五公升 或者到八公升 它的量實在太少了 所以呢 我們團隊在三年前就開始研發出一個 解水的二思水回收的裝置 它是利用太陽能的 然後是希望說這個裝置 它本身效率夠好 而且它是連續性出水 不需要一再而去添加這個二思回收的水 那再來是說 我們希望它設計的面板 是可以和我們的建築直接結合 那裡面甚至於可以養藻類 就是實現德國還有巴黎 他們早能發電這個共享 那未來呢 台灣 我們已經看到我們是一個島國公民 現在大家都推展翻轉教育 或者是我們要走出我們這一塊島國 要往世界發展 但是我覺得在此同時 我們更應該關注我們國內的東西 而不應該只是看著外面的藍色 我們應該要關注我們自己的綠色的生活 那推動水的生活 就可以改善我們文化發展 以及我們的品質 謝謝大家 這是我今天演講